各位有缘的朋友大家好 在上节课我们分享了紫白飞星的流日飞星 紫白飞星的流日飞星主要是用来判断当日的一个脊胸 以及当日方位的一个脊胸 那么流石紫白飞星它的功能实质上是和流日紫白飞星的功能是一样的 也是用来判断当天某个时辰及方位的一个脊胸 我们在择日的时候不要单以紫白飞星来判断脊胸 所有的脊胸我们要进行综合考虑 以及要加入辅助也就是使用者的一个命远进行综合判断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紫白石飞星的一个口诀 其实要找紫白石飞星的方法很简单 首先是要知道当天的一个地址 比如说今天是五日 那我们就在五日中去查找 如果是五十 那么就在五十中去查找 五十对应的三和七 那我们再看是 今天是在冬至后至夏之前这个时间段 还是夏之后至冬之前这个时间段 如果是夏之后至冬之前这个时间段 就是三必入中宫 这是查表的一个方法 它的排法是有规律的 那么在冬至至夏之前呢 它是一个顺步的一个状态 而在夏之至冬至前呢 它是一个立步的一个状态 在冬至至夏之前 那么紫时就是对应的就是一是七 那么在到底是一还是四还是七呢 我们就根据我们那一天去做一个判断 如果是指五毛有日 那就是指十就是一百入中宫 如果是陈虚丑微日 就是四率入中宫指十 如果是迎生四害日 就是指十就是七次入中宫 如果我们是夏至至冬之后的指五毛有日 就是九指入中宫 如果是陈虚丑微日的指十就是六百入中宫 如果是迎生四害日的指十就是三必入中宫 这个就是直加直白的一个口诀的一个解说 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抽象 其实很简单 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你一下就明白了 好我们举个案例 我们现在讲课的时间呢 是2019年9月17号的11点半 那也就是五十 那我们来计算一下他的指白飞行 那我们的步骤就是 首先要找出这一天是属于什么日 经过换算 那今天的干支就是几亥连 奎有月 丁氏日 丙五十 那我们要找五十的话 首先是要知道今天的日子是丁氏日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是丁氏日 那我们所要找的就在迎生四害这边 然后现在是十一点半对应的就是五十 如果今天是冬之后至夏之前 那就是四绿入中宫 但是我们现在是夏之后至冬之前的时间段 所以说就是六百入中宫 比如说我们是卫石就是五皇入中宫 如果是生石就是四绿入中宫 那我们先找出中宫的一个飞行是六百 我们再将六百入中宫 以颂飞的形式 十紫白飞行都是颂飞的 2019年9月17号五十的这个时程怎么样呢 这个时程是六百入中宫 大家知道六为财新 所以说在五十 大家去做一些商务谈判 签合同之类的 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效果 那么至于哪个方位更好一点呢 在讲留日紫白飞行的时候 也跟大家讲的是一样的道理 也就是1683个方位是比较好的 也就是中宫方位 在这个时候中宫就是你不动的一个位置 你公司的位置 或者是你家里的位置 那么要求客户来你公司签合同 或者是进行一个商务谈判的话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其次就是一百在离工 也就是以公司或者你家的位置向南方走 或者是向西方走 他能得到的帮助会更大 那我们往东南方 和百方是对我们不利的这个时程 如果在这个时程我们去东南方或者是百方 进行商务谈判或者签合同的话 成功距离就会低很多 三臂和其次这两个方位也是 对我们没有太大的一个助力 所以说这两个方位 西北的前功和和西南的迅功 对于这个时程来说也是没有助力的 那东边的正功与东白的更功 这两个方位我们去做一些商务谈判和签合同之类的事宜 对我们也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帮助的 这个就是流石紫白飞行 它的用法和流日紫白飞行都是一样的 好这节课就分享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剑锋杀 剑锋杀是我们在择日的时候 如果对方是要乞丐心宅的时候 我们就要拥用到剑锋杀 好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